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7号来批一个网络的把子 他的问题是各位老师打扰了 想请问这阵子想贷款买地做点小生意 由于金额也不算少 问问适合吗 然后 已经看好地了 但还没有签约 所以 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问 请问 你是独资吗 然后还是合伙 如果独资的话 这样你就不可以去做 你做的话 很大的可能性呢 会血本无归 为什么 因为做生意最重要是财 你41岁 因为这个财 丁润一合 你这个财 本来有便没有 有便没有 你觉得会好吗 今年 假成 明年是已是 已是 是火 是火在这边 成有何 火 生土 生金 本来 是没问题 问题 出现在这个是火 在这个流年这边 流年这边 随便一个水 一个金来 你都会非常的痛苦 明白吗 你会非常的痛苦的 而且呢 这边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项 就是说 你的贷款 的问题 会很大的可能 给你压力太大 而导致你的生意出问题 2026年的时候 是不是屏武 屏武的时候 这个微土又把这个五火 合住 所以变作说 你 2024 25 26 连续三年 你的财运都不好 所以 三年的财运都这么差 你怎么 去做生意呢 如果说 你有合伙人 还不一样 如果你的合伙人的 八字好 可能还有的旧 但是就 以你个人的话 又负债 财运又不好 这种情况 如果你做的话 有八成以上的机会 会血本无鬼 所以 我做这个video 是希望说 能帮助到你 OK吗 你可以不信的 但是 以 这个八字来看 24 25 26 这三年 是 不可以 暂时不可以做 你只能好好打工 除非 你有合伙人 而你的合伙人的 财要很旺 财可以做 但是那一个 又要另外一种的方法了 不是 不是用这个方法了 明白吗 好 所以今天我们的八字 就批到这里 然后 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大家多多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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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